把这个里面的一些文字相关的 像包含REPT加LEN 里面会补充像 BIG5 像这个就是 ASC 还有像这个Value 这几个函数 甚至如果你会用 BIG5加上这个 ASC 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试着做一题 哪一题呢? 就是在我们翻例档案里面 有一题要做 这个叫留下那个中英文里面的中文 比如说像这一题 其用编辑一下 这个是答案 不过你可以把答案先删掉 如果你今天想要怎么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A欄的中文字 刚好都在开头的地方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我希望 只留下前三个资料库 试算表 排版软体 当然它字数不一样嘛 那我要先知道什么 到底这个里面有几个中文字 如果我知道这里面有几个中文字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前面的几个中文字留下来 有没有 就可以把它放在B栏 当然不是叫你这样点两下 Ctrl C Ctrl V 点两下 对 当然用人工是OK啦 可是问题是如果资料量几万笔的话 你还会想要用人工吗? 或几十万 几百万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做 当然这边的话有几个 还要多学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有没有 叫做文字里面有个叫LEN 有没有发现? 下面有个叫LENB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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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LEN? 为什么还有个LENB呢? OK 跟我讲一下 LEN是算几个字 它不会管是中文字 还是全形字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LENB的话 它是算什么? 算几个byte 有没有 也就是说中文字 它算会两个byte 但是是一个字 有没有 那如果是英文或者是数字的话 一律呢 都算是一个byte 除非是全形字 全形字也是两个byte 那怎么办? OK 所以你们可以想想看哦 如果再配合什么 这边的话可能需要还要 把这些什么样 第一个先把这里面的字 全部都转成半形 像这个SS 有没有发现? ACCES 这几个字有没有 特别宽有没有 那就是全形的 那全形的话 如果用LENB算的话 那一律是算几个byte呢? 一律是算两个byte 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九个呢 它一律乘以2 有没有 就变成什么? 98嘛 18再加后面 2004个就加22 所以我们可以先 先在这个LENB之前 我们可以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用ASC 先把这些字 全部都 有没有 SS本来全形 变半形 有没有 然后再利用这个半形字 再配合LENB LENB 然后就算 里面的话 应该就会少掉六个字 对不对 刚22 有六个字了 但问题来了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有几个中文 所以你可以 再用LEN 这里面 应该算这里 这里有几个字 13个字 16个byte 相差几个字 3个字 刚刚好 中文几个字 三个字 答案就出来了 只是说 你们可能要怎么样 把这个 跟这一个 跟这一个 全部三个变成再一个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些题目还蛮 灵活的 工作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说 我只能怎么样 工作里面反正给你什么资料 你就要自己把它变出来 然后可能说 我固定只能给什么资料 没有你要马上见招拆招 也就是他提供给你什么功能 你就可以马上拿来用 所以为什么我会 因为我已经把这里面的所有的函数 通通都怎么样 都已经看 但几乎是每天都这样把它看过一轮的 看过一轮 每个功能都把它试过了 我就知道说 这个功能可以拿来怎么用 马上可以搭配 这样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答案了 OK 所以请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我就不把最后的答案 其实应该还蛮简单的 主要就是透过ASC LEN B LEN 最后就可以得到结果 OK 所以今天的话就是灵活的把这些函数 通通都拿来使用 然后并且的话我们就利用REPT加LEN 但是LEN有个缺点 必须用3去减 好麻烦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一个TES 突然变简单了 TES的话我们这个地方 后面比较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制定里面的格式 放在它的Format TES 这样的话本来那个格式 是只有表面上看到了 它就变真正是长成那个样子 用TES 这个函数其实还蛮重要的 再来的话我有再产生一个 那个什么所谓的年次 有没有 特别之后就用这个方法 先把这个按右键出那个格式 制定一下 把这个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一个TES 这个Format TES里面 外面再用LEFT再用VALUE 如果你觉得这个麻烦的话 其实还要去烧了 用1-1911也可以 那我们再利用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这辈子哦 再把它的比例算出来 然后呢 如果你假设老板他想要的就是看哪个最多 因为有时候老板不是每个都很聪明的吧 而且也不是每个老板都电脑很新的 他其实只要看到 他看得懂的 所以你给他圆饼图 我看懂了 这边还有图示 七十到七百分比也给他了 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应该看不懂了吧 OK 连这个都看不懂 那再当老板应该也蛮困难的 OK 这个怎么做出来 这边可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设计里面我刚刚是多一个 资料标签 终点外侧 之外的话还可以在这上面 把它在 按右键 更改他什么 这个叫资料标签的 应该是格式吧 格式的话我是选取什么 本来没有这些啦 把百分比加上去 把他的类别名称加上去 把他的图例符号也加上去 有没有这样就清楚了 OK 最后的话再把上面这个标题 稍微做个更改一下 有没有 这个什么 这个是 就会员年次占笔图 有没有 加一个标题上去 这样子之后 画笼点心一下 你就可以把这个图 看你要放在PPT上面 还是放哪里 将来就可以拿来秀了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练习 把这个 之前的动作录制下来 并且可以把它执行 并且呢 可以在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加上注解 OK 大概就是今天的重点 那今天的话主要是开个头啦 那是希望说 至少第一个 你要对Excel的函数 可以灵活应用 不用死倍 再来的话就是了解如何录制聚集 回去再来后面 我们就要开始自己写这些东西了 OK今天都还没开始写 所以请各位回去的话有时间 先把那个聚集的部分 先熟悉一下 OK 然后回去如果说还是有点 刚刚讲的部分 有点问题 请各位再把那个影片部分 稍微看一下 如果是还看不懂 YouTube下方 其实也可以留言 你们如果 怕说上课不方便 不好意思问的话 YouTube下方 问我一下也没关系 然后我如果看到 我一直直接在YouTube下方 直接回应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的话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再举其他的范例 像刚刚举的例子 其实回去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用什么 ASC LENB LEN 有没有 就可以做出来了 OK 当然我讲过答案也不是唯一的 你如果他有更简单的方法 欢迎你可以试试看 OK